Hello Hello 大家好 我今天就和香港劇場的製作組 拆解媒體如何報導 今天下午在中環的襲警事件 我們研究了很多媒體如何報導 我們現在就拆解一下他們如何報導這件事 我們旁邊有阿蕭蕭 Hello Hello 大家好 地麗 Hello Hello 大家好 隆心 大家好 侍思 在這裏 還有Joey Hello 大家好 Hello Hello 每人已經看了不同的媒體 蕭蕭 你看了什麼媒體呢? 我看了最熟悉的媒體 情報日報 如何報導這宗新聞呢? 這宗新聞做了整件事 就是今天中環的大花園有個集會 這個集會就有幾位的民謀系科學警員 上前就和主辦單位那邊說 要求終始集會 他已經表明了身份 已經表明了是警員的身份 但是就讓他們去追打 那麼《蘋果日報》如何報導這宗新聞呢? 《蘋果日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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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沒有委任證 沒錯 他將焦點 什麼叫做《黑記》呢? 黑記做的事情 未必是作新聞 他們做的事情是 轉移焦點 轉移視線 他有沒有說 是暴徒打到警察? 他說 遭遇口私了 就沒有特別去指明什麼人去打 哦 即是他直接說內容也沒有怎麼說 就只是說他沒有委任證 而被什麼人打也沒有說 他將重點放在無委任證上 嗯 以及被什麼人打也沒有說 即是是淡化那些暴徒做過的事情 而放大回沒有委任證的事情 沒錯 這些毒無一貫的伎倆都是這樣做 好 阿肥麗 你看了什麼媒體? 那我就看一向都是最往南牆的《南牆新聞》 那《南牆》呢 今次呢 他的報道手法呢 他就一般誤導的方法了 他喜歡賭果為因 他是有說到這件事的發生的 也都是 都算詳細 都算中肯 但是他在最後面的篇幅裡面 永遠都會說 在同一時間 警察在附近的街道上面 放催淚彈 驅散示威者 所以呢 他會將大家的視線 去模糊了 令到他們一般支持者 倒果為因的心態更加強烈 更加鞏固 他也很聰明 他會用很多根據警方所說的語法 去強烈譴責示威者 等到他們的支持者更加覺得警察是不好的 嗯 即是說呢 他說完這件事之後 同時間都說警方放催淚彈 令到支持者覺得警方放催淚彈 所以才會有這些事 又轉而照應 對港同一時間 即是 毒媒其實真的很聰明 即是他們懂得在什麼時候 淡化那些東西 就將其他東西放大 或者是引導性這樣說 令到好像立場新聞那樣 倒果為因 讓你們覺得因為放催淚彈才有這些事情發生 好 那龍心 你又是看什麼傳媒呢 這次看《香港01》 這次算是最有良心的和睦 整件事他表達得比較平鋪藉術 亦都很多純粹是以交代認證 說回整件事 例如他也會說 兩位脫警民關係組的警察 說沒有委任證 先說拒絕 之後就說 他亦都在示威者要求下 最後展示了委任證 後期到說 兩名警員被人打之後 他也是說 因為示威者追打警察 而抓不到出龍小隊 營救他們兩個 先放了幾回催淚彈 他這次算是比較 比較忠狠 他都算報道這件事報得很詳細 他都引用了很多警方所謂的譴責 也有 不止他一貫作風 之前 香港人一看很多東西都會像是蘋果 南傳 比較偏頗的 這次為何他精神分裂 變成一個很中立 甚至是有些叫做 吃了像是豆沙包 那樣 我覺得這有點奇怪 OK 今次我們 給了個零一 對 給了個零一 是否因為他老闆上次罵完呢 可能是 可能是 被老闆罵完就 即是聰明了 原頭原尾 都怕吃無情雞 對 怕沒有連你那些 花巷 那士師 你看了我什麼新聞 我一向都看東方的 因為我覺得東方 給我的感覺是比較中立一點的 不過我今天看他的報道 就有點奇怪 因為他分開了兩段東西來寫 頭一段他就說 有警員是被人揭發他的身份 看不清楚了 他就說 有便衣警員在在場現場 被黑衣人揭發他的身份 要求他們出示委任證 而警察出示了之後 在場人士不滿了 於是就遺疊這幾個警員 但是下半段他又很可愛 他又寫了 警方又表示 今天下午在集會 有些示威者 就以木棍去毆打 那些襲擊警員 投放血流 但是其實他沒有詳細去說清楚 事件 其實為什麼警察會被人打 好像剛才阿焦焦一開始都說 其實整件事 警察一早已經表明了他的身份 為什麼東方又會有這一句 他被示威者 要求出示威任證 和被示威者發現 對 為什麼會發現他 即是說到警員 躲在人群裡面 我們解困一下這句話 明明警員是走過去 表露自己身份和劉永康 表示你這個集會 控制不到現場秩序 他就是想告訴讀者 這個警員 就是假扮示威者 混入人群之中 然後被人發現 嗯 即是說 其實東方這個小編 都是小黃的 但問題來了 既然 警察沒有理由 警察沒有理由 要求他 停止集會 根本整件事 三民檢察 警民關係科 是要求停的 怎麼變成是東方口中的發言 因為他轉了場 因為當時的地點 就是警民 自己去表露身份 就說了要求停止集會 但其實他們被人打在另一個地方 他在另一個地方 就說 發言 是警察的身份 即是其實 就好像朝朝所所說 他是想說到 因為他們始終是大媒體 他們 大媒體 他不可以做假事的 他只會引導你去想 不同的事情 所以 他也有少少出了古惑的 就是 他說了之前那件事之後 但後面 他又說了少少古惑的事情 說發現 那些警察在那裡 其實就是想告訴他們 不知道是否去到另一個地方 他們就在那裡 假裝 即是滲入在示威者裏 所以被人發現 就是出了少少古惑的 沒錯 其實他們一直都在做的事情 就是引導讀者去想一個方向 而這句話引導讀者去想一個什麼的方向 就是引導讀者去想 警察是假裝示威者 所以 他們是想前意識去傳達這個送律 其實 他這些手法 不是給其他建議問題 而是給其他的細微體 在他這句話裡面 抽出來 用他的方法來做新聞 沒錯 對 因為他始終是大媒體 他不能作得這麼厲害 所以他就給A 給B 印到你自己想C 那好吧 但這個也是你自己想的 他們不會做的 而至於誰做打手呢 就是網絡媒體 你給我看看哪個網絡媒體 去做這些 因為他們是小媒體 可以不負責任 亂講的 就好像這個真相 真相是離譜的 你看看他講什麼 據說是香港警察和便依認錯人 互相 什麼 殘殺 哈哈哈哈 他還要用句說兩個字 真的 哇 句說之後 真的作什麼都可以 還有講什麼都可以 其實這個句說 是之後可以留著很多創作的空間 沒錯 其實我說句說特朗普 其實是共產黨員都可以 不是 句說特朗普其實是一個女人 也可以 句說之後就作什麼都可以 但是這個句說 那些讀者會自動 skip了 這個句上會 將後面變成真相 沒錯 所以其實傳統那些大媒體 跟這些網絡媒體 是一夥來的 首先傳統媒體 就印到你 即是將那些暴行淡化了 然後就印到你去想 C這個答案 當你想完之後 你都已經有懷疑了 再看這些這樣的新聞 這些再讀一些的新聞 對 就中招了 所以為什麼我們現在香港 有這麼多人被洗腦呢 就是因為有黑記 讀門 首先呢 就用大媒體去引導了你們 之後這些小媒體呢 就瘋了 可以亂說什麼都可以的 除了真相 還有的 我們看看這個頁 有多少傻珠珠珠 分享了 還有讚好 這個時間呢 是 19號的 下午六點鐘 時間發布的 到現在我們現在是什麼時間 我們是凌晨12點多 凌晨12點 哇 有1600個贊 哇 950個分享 哇 那真是大件事 大家看看 就是說 基本上有千幾個數 有千幾個單細包生物 沒有經過思考就算 是啊 不如我們香港新聞以後做標題檔吧 據說 我們知道據說什麼都可以說出來 所以其實為什麼呢 今時今日香港會有這麼多人洗腦呢 就是媒體 你想想這個什麼報道 有千幾個人like 九百幾個share 你想想有多少人已經洗腦 還有啊 這是幾何級受賞的 是啊 不止的 其實還有其他這些細型 還有一個細型的 我們看多一個 因為太多了 所以不能中 我們再看多一個 這次回顧香港另一 很有良心 我這次給個like 是 有趣的 香港電台的影片 我看過一個 是 它是全部引述警方說的 它自己是一個字都沒有提過 但是呢 它寫的東西 就完全是警方說什麼 它就寫什麼 那就是它需要不需要報料分文呢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它會這樣做 知不知道為什麼它會這樣做 它很聰明 因為它們知道現在警方 現在的人是不相信警方說話 它就引述警方說話 那就是 那就是它報道了 那些人都不相信 其實它報道過和沒有報道過 是沒有分別的 但是它又不可以不報道 因為不報道我們就會說它 黑記 不報道這些新聞這麼大單 你也不報道 它就 其實關不關事它是被人遺憾呢 沒關係 沒關係 它呢 因為香港電台是獨媒來的 但是由於它都是大媒體 那這件事又錯了 它什麼都做不了 那就是引述警方說話 而且它也知道那些人不相信警方 但是一個問題呢 它很少看到它在它的媒體裡 記住 暴徒這兩個字 哇 它真的寫暴徒 暗中 在中環傘打巴戀一帶 破壞重火和倒落 我覺得很奇怪 我很少看到在香港電台裡 是有暴徒這個字 它是引述警方說的 因為它是引述警方說的 那它肯打算 它肯打算 通常都是示威者 都不是的 打算都是這樣的 它也是這樣的 因為它知道那些人不相信警方 它只是引述警方說的話 就已經完全不相信了 所以就算說暴徒 它也是引述警方說的暴徒 我們看到一個小的媒體 黃色的媒體 他們會怎樣做法 怎樣說這則新聞 我們看看 這個就是香港交易所 按膠的膠 液體的媒體 即是名字比較壞 他也覺得很噁心 他是說混入集會 喬莊狗被同袍防暴狗打字頭過去 這個更搞笑 就是說打警察那些 是防暴警察 低能的 表明自己人後立即得到慰問 我真的恭喜你 這句也是他想像出來的 創作力量和幻想 會合你一跳 你想想 香港就是看這些毒媒 怎麼會不讓人洗腦 難怪都可以把那些的扭曲來講 我想問有多少個分享 有多少個喜歡 有多少個傻豬豬 我們來看看 2100個 2100個喜歡 分享呢 1200個 你想想 1200個分享 就是1000多個分享 你想想 越來補越多分享 剛剛那個是說 據說警方被這個 一個 據說警方被 屠殺 是不是 互相殘殺 互相殘殺 900多個分享 這個 這個就是被防暴警察打 所以就是 千言 越假就越多分享 香港現在是這樣 所以 大家 真的要清楚去知道 現在香港發生什麼事 其實我們香港搞到今時今日 都是因為獨媒 黑記的存在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拆解到差不多了 大家記住去訂閱 鄉簡劇劇場的頻道 我們下次就會繼續和你們拆解 一些獨媒 怎樣歪曲事實